全军出击 飞机一起学W 我不知道 我们的阵容一坨 阵容手太不公式了 出来的也太慢了 他不知道我在这里 将付出痛苦的代价 再被A就要打5层 阵容手一直被偷袭也是很难理 哇 你压不住我 我少A一下 其实我刚不学E 学个W他就直接没了 一项 诶 诶 诶 越來越急了 別騙自己啊 求死不可 果然還是叫人來幫你推 上啊這不上 沒技能上啊 你媽變得還不閃 哇操這件事也太傻逼了吧 啊 有點糖的我說實話 他從下面繞過來就死了 白給他殺一個人頭機會 又找 我二級應該學W的當時 學W傷害就夠了 意思是沒傷害 見面半血 你要死 死了 嗯,明寶的飼養 你醒了 困死,那你再睡一會 什麼意思啊 就拉我一下 浪費時間 真不看明線 人機 誇張哦 還有這樣追著 這兵線炸裂 我馬上起敵 這兵線爽死了 全部掉 全部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这不把他抓死了,这冰线还控着 他复活这线还是控在这里 哇,太难说了,这线要稍微控掉一点点,不能太多,太多就先控不住 这怎么玩啊 这怎么玩啊 你不要老是我Q3你就拉我呀 他老边这样一QB中的吗怎么打啊 坏了 坏了 以后他也不知道我囤是不是先是要干嘛 这是最简单的,你问我黄金、白银、白金怎么上分最快 这是最快的 这是最快的方法 就是为什么有些玩家他可能分段就一直停留在一个层面 当然我不说停留在一个层面是坏事 这可能你走的方向不对 有些人对线对线他发现打不过了 他就会去研究就是操作以外的东西 但有些人他可能操作打不过,他可能还是会去研究操作 然后就 当然你研究操作这个也没什么问题 就是操作他提升很少 操作他 你要有操作机会他才能操作 但是有时候你操作完了可能你兵线不是很好 你不能那种怎么讲的 你像我也没杀他多少次对吧 但是他的等级直接爆炸了 我大概爆炸了 这就是兵线带来 就是你只需要杀个两三次他就没了 你懂我意思吗 比如说你看优势回去一下 就有点类似怎么讲 刀妹打剑魔剑魔打刀妹这种 他一直把这个兵线控在一个就是 很难玩游戏的一种情况 你懂我意思吗 这还要来约他啊 这就没必要越了 传统重装玩不下去 重装这版本容易被修 也能玩但是就是容易被修 队友发挥起来你重装就很猛 因为其实打输出的人 怎么讲输出够了 你做半肉 会让你们家的输出更有威胁 上路玩到最后都是兵线分级的 他又要死了 他刚才发我就觉得死了 不过他已经没有了 这里一W 一W进去 我得K 有没有发现这段手他还是没补到刀 他一个刀子不够 好想着啊 就这个人 抓着手 我看不到GP 这个人 这版本设计师玩重装不不不他不是希望你玩重装 他是希望學歐你上路的影響 他並不是說希望你要去玩重裝 他是希望學歐上路的那個對遊戲的影響 就是讓你上單不要影響ADC的BUFF 就是他希望ADC兩刀把他打死你知道嗎 他為什麼要砍你這門?他就是不想讓你一條路就是砍 不然他為什麼要改? 他不想讓你玩穿甲 你玩穿甲你妨礙他們改遊戲 差不多了 傻逼也還追 還追不想讓你 還這種正常 這局打了弱手能一百刀嗎?又投不了我操 直接砍投降 拿下兄弟們大點不關注 這怎麼可能